皇上 刚才的山势 奴才又办杂了 朕不怪你 从今以后 敖拜再也不会把你这些小裤部放在眼里了 三月清怀 福人面带到秋后赐成莲 大家好 我是二名姑 康熙决定铲除敖拜 敖拜也决定废了康熙 有道是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啊 为了避免自己伤亡 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实力 康熙带着东庭和苏玛 再次拜见了武次友 这魏东庭身为带到侍卫 义务就是站岗放哨 为了避免他人起疑 康熙放话 让他去对面茶楼 喝茶瞭望 自己跟苏玛进了客栈 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若偷鸡 可劲聊啊 这一师一友的二人 从三皇五帝品到汉宋明清 谁是明君 谁是昏主 品得是不亦乐乎啊 康熙喜欢这种感觉 他如皂眠得水 在武次友的阔论中 吸收着他人不敢言的知识点 这言过三战 日过中天 虽稍有不舍 那也得撤了 他这不舍 苏玛拉谷就更不舍了 把掺杂着爱意与思念的布鞋 悄悄地留在了厨房 苏玛 他这心里想着苏玛 另一边的茶楼上 有人可真的疏麻了 他奶奶的 他奶奶的 再来再来再来 小子 大爷愿意陪你玩 可你小子还有银子吗你 小子 还有银子吗 还有命的 我拿这条胳膊给你赌 老子 不捡垃圾 走 走 小子 你怎么找死啊你 这小赌一情 大赌伤神 一点都没错 不过 叔这伙计还真有点本事 一尾八愣是短时间内不落下风 不难看出是个练甲子 奈何双拳难敌十六手 拼到最后难逃力竭的下场 这时 临街的魏东廷 看着被群殴的赌徒 那是牙关紧咬 双拳紧握 为何呀 因为这人他认识 是自己的把兄弟 将驴子 可是自己又要务在什么 不能善离之手啊 就在这时 将驴子被丢到了自己脚边 眼看对方要下死手了 他动了 都说兄弟齐心 齐力断短 有了大哥的加入 将驴子满血复活 手上又中了几分 抄起一酒坛子 哗叉就卸带头的左眼睛上了 当场就给干瞎了 茶楼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外面的人也知道出事了 两个年轻人相是一望 不用想 又是将驴子惹的祸 走吧 帮忙 另一边 康熙出了客栈 等了半天没见东庭人影呢 正合计呢 就见老百姓扎堆的往前跑啊 听那意思 对面茶楼有人干价 他康熙身居宫廷 哪见过这事啊 走 凑凑热闹去 他这刚到 九门梯都已经介入了 将一干人等 通通请货 被干下一只眼的老伙计开始报号了 自己是敖拜敖中堂的亲信 身居四品 今天奉命在此 等候抓捕亲犯 无次有啊 这九门梯都没惯他毛病 别拿敖拜压我 在北京城闹事 我就得依法办事 魏东廷一看 敖拜都不好使啊 皇上应该差不多吧 大人 不过是御前四品侍卫 你既然是皇上的人 更应该守法安民 我可不管你们是皇亲还是重臣 一律言成不在 听着 拿下带走 好厉害啊 这是谁啊 他是京城九门梯都五六一 康熙怎么知道呢 为了对付敖拜 他把京城周围千宗以上的罐 都查了一遍 这九门梯都五六一 因执法严格 毫不容情 而被人称为铁盖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让苏麻拿着自己的手遇 去让五六一先把人放了 这件事啊 朕解决 这铁盖一看 真主来了 放吧 这边放了人 康熙刚要回宫 纳兰明主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了 奴才明珠 叩见皇上 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 奴才头一次见皇上的时候 就瞧出皇上藏龙卧虎 气愈不凡 因此 每次皇上回小殿的时候 奴才都暗中保护 以防不测 难得你一片忠心 起来吧 谢皇上 五次友 知道朕的身份吗 皇上放弃 五兄只是书本 不识天威 浑然不知啊 有的人聪明 在嘴上 有的人聪明 在心里 至于五次友 对皇上的态度 要等到敖拜死后 才能知晓 眼下对康熙 这哪来明珠 有才 有心 有计 值得网罗呀 下指 委任其为五品 后不道 马上去立部报道 直接提我 给你安排个十圈 谢皇上厚恩 这康熙回宫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让魏东廷 把打仗那几个哥们 带来 经询问得知 三人分别叫 穆子熙 郝老四 和匠驴子 打小就练拳脚 普通人 十个八个 进不了身 这康熙点了点头 好啊 他日与敖拜一战 就靠他们几个了 这样 全留下来 给朕做酷步 这酷步 是满语摔跤的意思 说白了 给康熙 做摔跤陪练 他这正说呢 敖拜求见 什么事呢 两件 一 平息王吴三桂再奏 西南边疆不稳 狡贼 迫在眉睫 希望朝廷拨粮 两百万蛋 这别看康熙小王 这里面的弯弯绕 他懂 什么剿匪 养寇自重罢了 可是一口回绝呀 还不行 那只能一个字 脱 粮食都用于救灾了 咽下仓中空空如也 吴三桂脚贼要紧 这么着吧 让班布尔善出京 抽粮去 班布尔善走不得 为什么走不得 班布尔善有药物缠身 换厄比龙去吧 遵旨 西南有了交代 这第二件事呢 敖拜不是准备要费康熙吗 所以说北京城的三股军事力量中 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 自己都可以控制 可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九门剃督府也必须掌控在手 那这第二件事 就是要拉拢吴六一 告诉康熙 那吴六一再任近十年了 一直兢兢业业 该提拔提拔了吧 臣觉得 应该升任为兵布侍郎 正三品 那九门剃督谁接任呢 副将 平山勇 既然你开口了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领旨 老臣告退 等会儿 朕今儿刚招了几个库部 你敖中堂可是大清第一勇士啊 还被天聪皇帝封为第一巴吐鲁 可否指点指点他们 也让朕开开眼界啊 臣领旨 该说不说 这马上民族的战斗机引确实强了 今年五十五的敖拜 只用了八分力 就将几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 随后一抱拳 老臣又要务在身 就此告退 魏东廷的面子有点挂不住了 皇上 这帮奴才无能 让主子丢了面子 康熙嘴角微挑 哼 这正是镇要的结果 如此的不堪 才能让敖拜放下戒心 打今儿起 都给老子刻苦训练 决战之日 给敖拜一个惊喜 看着康熙的背影 魏东廷满眼诧异 难怪自古 昏君远多于明主 一个智 就将诸多天子挡在了流芳之外 这边康熙找到了孝庄祖母 把眼下的形势交代了一遍 与敖拜一战的关键 取决于一个人 九门提督 无六一 自己有意拉拢 没想到敖拜先行一步 给他请了一个三品的兵部侍郎 自己思来想去 准备给他一个一品的兵部尚属 孝庄笑着摇了摇头 孙儿啊 你要知道那有的人呢 可以用钱买 可是他不值钱 有的人可以用官买 像无六一这样的人呢 你只能用恩义去换 孝庄为何如此肯定呢 因为他已经试探无六一八年了 他有个义父叫洪家沈 犯了死罪八年 身为九门提督的无六一 硬是没有一次上奏求情 孝庄知道 此人心正乌死 为他人死人在此处关了八年了 年年说秋后出展 可年年又拖了下来 不知何故啊 还用想吗 肯定是孝庄放的画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孝庄的长远战略眼光远超他人 下集 无六一路归水手定了 经过一系列的缜密谋划 康熙与敖拜的生死一战 终于上线 你们的皇上已经是稳操胜算 密调热河五万精兵活着好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五万台